1945年8月9日 美国在日本长期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的这一天 上海国际赛马场 正举行一场华丽的音乐会 这次的音乐会坐无虚席盛况从前 所有的人都聚集在这儿 欣赏红极一时的歌星李湘岚演唱 当时最流行的歌曲《夜来香》 一边是杀气腾腾 而一边呢是歌舞生平 这美妙的歌声像参合了迷魂药的葡萄酒 在抚慰人心灵的同时 也消磨了人们旺盛的斗志 然而仅仅六天后 日本宣布投降 这朵在舞台上摇曳生姿的夜来香 突然就被抓了起来 罪名是汉奸 1945年8月 李湘岚被捕的消息在上海炸开了锅 宏姬一时的女歌手摇身一变 成了被披露的女汉奸 而且她的名字和当时最有名的女间谍 穿倒方子一起并排登在了报纸上 一时间整个上海都是处死女汉奸的呼声 李湘岚被抓进了上海鸿口大杂院里的收容所 被软禁了起来 1945年8月15日中午 日本天皇羽人广播停战招数 宣布接受波斯坦公告所规定的各项条件 无条件投降 中国长达14年的抗战终于结束 中国上下举国欢腾 抗战胜利后 国民政府对于罕见美国贼日本特务 进行了大规模的检举和军事法庭审判 还开始从电影 戏剧 新闻界 解发文化汉奸 其中最著名 最轰动的 就是以一来乡一名惊人的李湘岚 当时年仅25岁 1945年11月 上海国民党军政处第一次传唤审讯了李湘岚 审讯官上来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身为一个中国人 却背叛祖国与日军合作 出演侮辱中国人的电影 欺骗了中国人民 而坐在对面的李湘岚却一言不发 只是低头沉默 看起来似乎有些心不在焉 沈讯官又发出了一连串的提问 他好像也没有听见 直到沈讯官提到了他出演的一部电影 《之那之夜》 他才抬起头来 但思绪却飘回到了1940年 在马映1940年拍摄的电影《之那之夜》中 20岁的李湘岚扮演的中国少女桂兰 因为战争失去双亲 非常憎恨日本人 他在被一个日本军人救下后 带到了日本旅馆 桂兰拒绝了旅馆里 所有日本人的亲近 最终日本军人在愤怒地 打了这个桂兰一个耳光之后 他便向日本军官敞开了心扉 并且最终两人相爱了 爱上一个打了自己的敌国男人 这无论是什么时候看来 都是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更别说是在那个中日交战的年代里 这简直就是尺上加尺 这部电影一上映 就激起了无数中国人的愤怒 然而满硬的解释却是这样的 这是日本惯用的艺术手法 在日本男人打女人 是一种爱情的表示 这表示了男人的强悍和体贴 所以被打的女人会心存感激 而爱上这个男人 满硬 全称诸事会社满洲硬化协会 它是维满洲国时期 成立的一个电影机构 满硬从诞生之日起 就带着强烈的政治色彩 它是日本军国主义者 一手策划和控制的宣传工具 满硬 利用电影这种艺术形式 宣传所谓的东亚共融 日满一体 王道乐土 从1939年开始 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媒体满硬 接连拍摄推出了 大陆三部曲 大陆三部曲 白蓝之歌 指纳之夜 和热杀的誓言 会在当时的日本大受好评 是因为 1931年918事变爆发后 日本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 围满洲国 当时的日本 以满猛是日本的生命线为口号 组织了满猛开拓团 而所谓的开拓 并不是日本人宣传的开垦不毛之地 而是低价收购中国人的土地 交给日本人 这些举动 极大的损害了中国人的利益 但在当时的日本人眼中 中国东北更是一个 充满了梦幻与浪漫色彩的新天地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下 很多日本民众 为了追求土地和资源 离开了日本 来到了广阔的中国东北 满应拍摄的大陆三部曲 意图在于宣传 在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土地上 人们的生活十分幸福 其实日本人的主要目的有两个 一是通过日本移民数量的增加 使在东北的日本人数量 得到一定比例的提升 进而彻底把中国东北 改为日本本土的一部分 二是维持殖民统治 以便镇压反满抗日运动 同时就地解决关东军的后北兵源 在满硬的力捧下 李香兰以日满亲善使者的身份 在日本迅速串红 李香兰究竟火成了什么样子呢 用一个事件就可以说明 1941年 李香兰要在日本剧场 举办一个独唱会 剧场门口排成绵延布绝的队伍 把剧场包得里三层外三层 从上午11点开始连演三场 到最后剧场外 还聚集很多无法入场的人 李香兰最后只好裹着脏大衣 从紧急通道离开了 这就是日剧七川半事件 然而这次李香兰独唱会的宣传语却是 为勇士身上的伤痕献上感谢 以此纪念日本建国节 日满亲善歌唱使节 李香兰 明明是日本人的侵略行为 而身为中国女歌手的李香兰 却在日本的建国节上 献上了感谢 在中国人的眼里 李香兰所做的这一切 就是赤裸裸的汉奸行为 铁证如山 现在判你汉奸罪 你服是不服 面对审讯员所列举的种种罪证 惊慌失措的李香兰 突然说了一句 我不是中国人 我是日本人 李香兰 明明是一个典型中国人的名字 怎么就变成了日本人呢 这是不是李香兰 为了保命说的谎言呢 一直保持沉默的李香兰 这才娓娓道来 她到底是怎么成为的 日满亲善使者 从潘淑华 李香兰 山口叔子到大英叔子 她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面对审讯员所列举的种种罪证 惊慌失措的李香兰 突然说了一句 我不是中国人 我是日本人 从十三岁登台开始 她的命运就朝着 无法逆转的方向前进 还有什么能比明星梦 更适合少女的憧憬呢 年轻的李香兰 是如何身不由己的 成为日本关东军的 唐一炮弹呢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李香兰的父亲山口文雄 因为仰慕中国文化 于1906年来到中国 在南满洲铁道诛事会社 简称满铁任职 负责教授员工中文 李香兰原名山口叔子 1920年2月12日 出生在凤田 也就是今天的沈阳 在父亲的寻陶下 山口叔子开始学习中文 从小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汉 1933年 当时的沈阳银行行长 李继春 收山口叔子为养女 便为她起了一个 颇有中国韵味的名字 李香兰 其实一开始 山口文雄希望自己的女儿 能做个外交官 为中日关系做些贡献 那么李香兰是怎么走上了 演绎之路呢 这个人叫做溜巴 溜巴是白俄罗斯犹太人 他是李香兰的竹马之交 和人生伙伴 如果不是这个人 李香兰大概也就不会成为 歌手李香兰了 李香兰13岁时患了肺病 为了恢复肺部健康 她的同学柳巴 把她介绍给一位 苏联大剧院的女高音 马达姆·伯多列索夫夫人 学习声乐 马达姆·伯多列索夫夫人 在当时的奉天 经常举行个人演唱会 13岁的李香兰 为老师做了暖场表演 13岁的李香兰 13岁的李香兰初次登台就非常成功 立刻就引起了奉天广播电台的注意 为了满足日本政府 在满洲推行的怀柔政策 他们急需李香兰这样 既会说汉语又会说日语 长相漂亮歌声甜美的偶像 前提是这个偶像必须是中国人 于是电台方面决定让山口叔子 使用中国名字李香兰 作为一名 来为日本的亲善政策做宣传 然而当时的李香兰并不知道 在他点头的那一瞬间 他的命运的齿轮 就悄无声息地转动了起来 李香兰为奉天广播电台 演唱了《瑜伽女》 赵军苑 孟江女等歌曲 节目很受欢迎 可让李香兰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正是他这一系列亲日行为 使得他以汉奸的罪名被逮捕 1945年11月的一天 李香兰在收容所看到一份报纸 当时就愣住了 随后瘫软在了椅子上 标题上写着 枪毙 文化汉奸李香兰的下场 将于12月8日在上海刨麻场举行 李香兰的脑海里 不断闪过自己站在舞台上 头颅被子弹穿过的场景 他不断重复着 如果当初没有去北平就好了 1934年 14岁的李香兰为了更好地学习中文 在父亲的安排下前往北平读书 出发前 李香兰却找柳八告别 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 柳八家的大门窗户都钉上了木板 有一支日本县兵队在柳八门口巡逻 并且像对待狗一样驱逐了李香兰 之后 柳八就好像从人间消失了一样 没有了音讯 到了北平后 李香兰以潘淑华这个名字 在北平异教女中念书 潘是他的另一个义父 他的父亲结拜兄弟 当时任天津市长的潘玉贵的姓 书是源于山口淑子之名 而华则是出生于中国之一 这个名字当然也包含了希望 中日两国友好共处的意思 正是在北平 李香兰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这为他今后的演艺事业打下了基础 不仅如此他还努力学习中国生活习惯 以及思维方式 在那个时候 他曾经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 后来因为他的汉语实在是太流利了 对中国的文化又十分了解 所以几乎没有人认为他是个日本人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不断升级 北京经常有大规模的抗议机会和示威游行 有一次李香兰无意间参加了一个抗日机会 学生们讨论的题目是 如果日本军队打进了北京城 大家该怎么办 会上大家纷纷表决心 轮到李香兰的时候 他不知道如何回答 只好说 我会站在北京的城墙上 李香兰的话被当成了抗日宣言 得到了所有人的掌声 但其实没有人知道 他话里的真实想法 李香兰一直称 日本是他的副国 中国是他的母国 站在北京的城墙上 无论是被哪一方打中 这样李香兰就能从 不中不日的尴尬身份里解脱了 李家有女出掌程 1937年 李香兰刚满17岁时 父亲的一位老朋友 来到北平找上了 山家亨 日本北支派遣军报道部陆军少佐 这里插一句题外话 这个人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更为世人所津津乐道 他也是川岛方子的情人 据说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川岛方子向山家亨 推荐了李香兰去满应 山家亨找到李香兰 告诉他 由满铁公司出资 成立了一间电影公司 满洲硬化 简称满应 他告诉李香兰 这是一个以推进日满关系为目的的日本国策公司 但是满应里没有会唱歌的女演员 所以需要她去唱唱歌就可以了 在2007年 日本拍摄的电视剧李香兰里 还原了当时的情景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明明说好是配音 可李香兰到了片场后 就被工作人员安排到了化妆室 又是化妆又是时装 最后被安排在镜头前 又笑又哭 直到这个时候 李香兰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从一开始满应的人 就是想让她出镜 用这样半懵半骗的方法 李香兰出演了她第一部电影 蜜月快车 原本拍摄结束后 李香兰就准备离开 谁知满应却找到了她在奉天的父母 签订了李香兰的专属合约 既然父母都同意了 那对于只有17岁的李香兰来说 这更是一条充满诱惑的星光大道 还有什么能比明星梦更适合少女的憧憬呢 更何况为国效力是每一个日本人应尽的意义 其实就算没有配音这样的借口 能够说琉璃的汉语和日语 有着令人惊艳外貌的李香兰都无法逃脱被摆弄利用的命运 就这样李香兰成了关东军推行战争政策中的唐一炮弹 17岁的李香兰正式成为了满硬的专职演员 被包装为懂日语的中国少女影星 李香兰在满硬拍摄了一系列的电影 《支那之夜》还有《迎春花》《苏州夜曲》 这些电影都是千篇一律的中国少女 爱上了为满猛做贡献的日本青年 其政治含义自然不言而喻 除了《支那之夜》以外 这些电影所有的主题曲都是由李香兰来演唱的 李香兰一步步走向事业的巅峰同时 也一步步地走向了死亡 因为他所做的一切 恰好成为了日后被定为文化汉奸的有力证据 李香兰一步步走向事业巅峰的同时 也一步步走向了死亡 那么这一天发生的事情 足以让他明白 自己一直活在日本军方的谎言之中 从这一刻起 他开始计划从满硬脱离出来 李香兰的双命人生是如何撕裂了他的生活 生活在谎言里 徘徊在日本人和中国人两个身份之间的李香兰 内心承受着巨大的折磨 是谁在判决即将宣判时解救了他 档案继续 1945年12月8日这天 还在收容所里的李香兰很早就起来了 他穿上了自己最干净的一套衣服 坐在了镜子前面梳妆打扮了起来 他想如果自己真的要是被枪毙了的话 那么至少也得让自己死得体面一些 这一天对李香兰而言是非常难熬的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他觉得自己离死亡越来越近了 每当他听见有车停在院子里 或是有脚步声 他都会躲到角落里缩成一团 然而直到日落 这一天什么也没有发生 没有军警 没有审论 也没有枪决 可也是在这漫长的等待死亡的一天里 李香兰想起了许多往事 他永远也忘不了自己第一次回国时的情景 1938年因为开戏 18岁的李香兰第一次有机会踏足日本 当他怀着激动的心情下船时 却被一个日本士兵拦住了 日本士兵看了看他的护照后 突然对他大声呵斥 身为一个一等国民的日本人 竟然穿着三等国中国的衣服 你不觉得羞耻吗 你不觉得羞耻吗 李香兰惊呆了 如果说18岁以前 他一直幼稚地相信 满英给他灌输的都是日满亲善的思想 那么这一天发生的事情 足以让他明白 自己一直活在日本军方的谎言之中 从这一刻起 他开始计划从满英脱离出来 李香兰这个名字 不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 代表的都是一个中国女演员的身份 他对于一直欺骗着两个国家 喜爱他的观众 而感到痛苦不已 不过让李香兰做出辞职这个决定的 最后一根稻草 竟是一个记者的提问 在一次见面会上 一个记者提问 你是中国人吧 却出演了《之那之夜》 和《白兰之歌》 那种侮辱中国的电影 你是没中国人的自豪 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要 面对这样的提问 李香兰无言以对 痛苦无比 只能回答道 那时我还年轻 什么都不懂 现在已经后悔 再次向各位道歉 李香兰只觉得 在大家的掌声中抬不起头来 在日本 被人施责 你是日本人吗 在中国又被批判 你是中国人吗 生活在谎言里 徘徊在日本人和中国人 两个身份之间的李香兰 内心承受着巨大的折磨 日本是他的祖国 他虽然没有回去过几次 却在为日本效力 而中国是生他养他的地方 他虽然热爱这块土地 却一直在为日本所谓的 亲善的奴化选择 1944年 李香兰正式与马英解约 加入了川系多长政 建立的中华电影公司 单说中华电影的话 现在的人也许不知道 他正式的称呼是 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川系多长政 在当时是一个 对中国亲近的日本人 他领导下的中华电影公司 专门拍摄一些 中日态度模糊的作品 他们拍摄的万事流芳 就成为了李香兰 真正为中国人所知的电影 万事流芳 描述了中国人林泽徐 和英国人英勇奋战的故事 李香兰扮演了一个 在烟馆里一边贩卖糖果 一边唱歌控诉鸦片 毒害的少女 卖糖歌迅速在上海 重庆流传开来 这期间李香兰几次下决心 公布自己是日本人的事实 但都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做 一种罪恶感 缠绕着她的心头 就好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陷入了绝境 就这样 因为李香兰的犹豫和恐惧 自己的身份的事情 一拖再拖 一直拖到了 1945年上海的军事法庭 这时候的李香兰 才在法庭上公开了 自己是日本人的真实身份 所以她觉得自己 不应该以汉奸罪被处决 少女时期的她 曾经希望自己 能够成为一个中国人 而此时此刻 她只希望能够 立刻证明自己 是日本人的身份 逃离被处死的判决 可是现在她人在上海 而她的父母 却远在北平 根本没有任何办法 能证明李香兰 是日本人的身份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有一个人 找到了李香兰 1946年2月 李香兰被判无罪释放 遣返回国 然而她对中国的歉疚 却始终不能抹去 她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 只能任别人玩弄于鼓掌之中 为此她付出了一生来毁国 宏极一时的夜来乡 只是一个地道的政治牺牲品 她是怎样用自己的后半生 来完成她的救赎 答案继续为您揭秘 1945年 美军登陆了冲生岛 日军节节败退 为了安抚日本侨民的不安 日本军方决定给李香兰 在上海举办一场独唱会 我们这里就当时李香兰的演唱歌单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时间是民国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 两点半和八点钟 演唱的内容包括了她所有演出过的电影主题曲 但有意思的是 《支那支夜》演唱的曲目在这里被划掉 可能是出于战争形势的考虑 可能是为了讨好中国民众 也可能是李香兰为自己演出过《支那支夜》 所做出的忏悔 这些曲目中有一首《夜来乡》 是李香兰第一次在舞台上演唱 这首歌曲一直流传至今 独唱会在上海最为豪华的大光明大喜院 拉开了帷幕 这次的演出以李锦光创作的《夜来乡》为主题 由当地的上海交响乐团担任演奏 中国著名作曲家陈革新担任指挥 外面战火连天 李香兰却在举办充满迷迷之音的演唱会 可出人意料的是 这次的演唱会非常的成功 并且让李香兰名声大噪 从此李香兰与周璇等人齐名 成为上海滩五大哥后 就在演出接近尾声的时候 一个漂亮的白人姑娘叫住了李香兰 这个人正是在奉天突然失踪的刘巴 原来刘巴一家是布尔什维克 所以在奉天的时候才被日本宪兵驱逐 战后 刘巴和他的哥哥在苏联住户领事馆工作 正是这次的重逢 救了李香兰 可是刘巴知道李香兰是日本人 根本谈不上是多么有力的证据 更不可能扭转李香兰被枪决的命运 之所以说刘巴救了李香兰 是因为刘巴给李香兰带来了一样东西 因为苏联是战胜国 刘巴拥有探视李香兰的权利 刘巴告诉李香兰 只要有文件证明疼日本人的身份 就可以脱罪 刘巴答应李香兰 会冒着危险去北平 帮他寻找户籍证明 在一段苦苦的等待后 突然一天 李香兰收到一个木箱 里面装着他自幼很喜爱的日本玩偶 他知道这一定是刘巴 从北京的父母家里带来的 仔细一看 玩偶的腰带突出了一块 原来李香兰的父母将户籍抄本 藏在了娃娃身上 这样既不会给柳八带来麻烦 还可以将户籍抄本 偷偷带到上海 可是李香兰的心中还是很忐忑 这本户籍抄本 只是一张用铁笔板刻 在游印出来的纸片 上边并没有照片 那么李香兰到底能不能证实 自己的身份从而脱罪呢 1946年2月 法庭法官最终宣布了李香兰是日本人的证据确凿 背叛无罪 结果一宣判 立即激起了在场无数中国人的愤怒 大家纷纷发出抗议的声音 一直要求法庭将李香兰处以死刑 李香兰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 面对众人的质疑 法官说 虽然是无罪 但是仍然存在理论上和道义上的问题 他不应该以中国人的名字 出演《知纳之夜》等影片 这虽然在法律上与审判汉奸无关 但这些举动仍然伤害了中国人民 且让我们以德抱怨 就这样 李香兰被判立即遣返回国 我们这里有一份当时他回国时的证明书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这份回国的证明书上 我们能看到的姓名这一栏里 填写的不再是用李香兰或是潘淑华的名字了 而是他真正的名字 山口梳子 当李香兰登上前返回国的轮船时 广播里拨起了他那首《夜来香》 山口梳子顿时百感交集 因为他终于不再是李香兰了 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双重身份 他可以不再背负于自己身上了 他终于解脱了 然而对中国的歉疚 他却始终不能抹去 随着日本的投降 臭名昭著的大东亚贡荣圈 也随之烟硝云散 1972年9月25日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 29日 中国两国政府发表中日联合声明 中日两国实现方交正常化 在中日两国重新建交这个重要的时刻 日本一个叫做三点钟的你的节目里 有一位嘉宾在看到两国领导人干杯时 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这个人正是告别了李香兰时期的山口叔子 回到日本后的山口叔子 先是以日本女演员身份活跃于电影界 随后他又远渡重阳 以山口香兰的名字进军好莱坞和百老汇 在香港演出时 又重新启用了李香兰这个名字 1969年再次回国后 成为电视节目三点钟的你 报母员的山口叔子 开始关注中东的动荡局势 成为开拓该方面节目的女记者 1974年 山口叔子参加竞选 在他当选日本参议员的18年间 他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 1991年 一部名为李香兰的音乐剧 在日本东京首演 这部音乐剧由日本著名的表演团体 四季剧团 根据李香兰的真实经历改变 1992年 为庆祝中日建交20周年 四季剧团受中国政府的邀请来华 在李香兰故事发生过的地方 北京 长春 沈阳 大连 公演了十五场 音乐剧表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 对华侵略和屠杀中国人民的事实 也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仇日抗日情绪 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清华战争 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最终表达了日中不再战 我们同时黑发黑眼睛的和平志愿 这一次的演出受到了中国观众的欢迎和赞赏 这也是诗歌近半个世纪后 李香兰这个名字再一次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上 在北京逗留期间 山口叔子寻访了当年的古居 虽然早已是旧貌变心炎 但他仍能清楚地辨认出来 他还品尝了北京的小吃 又走访了许多旧食的朋友 遗憾的是 他还是没有找到 那个曾经救过他的挚友 刘巴 原来山口叔子与刘巴 在上海收容所一别后 就失去了联络 这次的访华才知道 刘巴早在1949年任期结束后 就返回了苏联 1998年 山口叔子在日本电视台的帮助下 终于找到了住在苏联 叶卡杰林堡的刘巴 他们上一次见面还是52年前 他们十分激动地相互拥抱 他们之间是用英语和俄语交谈 因为刘巴说 自己的日语早已经忘光了 他们的重逢 整个的过程都有无数的摄影机 和麦克风跟着 1992年 山口叔子从餐饮院退休 之后他仍担任着 亚洲女性基金的副理事长 致力促成日本政府向战争受害者 当年的慰安妇 道歉赔偿的工作 2014年9月 日本国内传来了山口叔子去世的讯息 我们这里有一份名为日本经济新闻的日文报纸 发行的日期是2014年9月15日 在导读业 有一个醒目的标题 上面写着 山口叔子死去 女演员李湘兰 参院议员 而在报纸的背面 有关于李湘兰死讯的详细报道 原名大英叔子 2014年9月7日上午10点42分 在自己家中因心脏功能衰竭去世 享年94岁 追悼会也只邀请了亲属参加 回顾李湘兰的一生 13岁出道 17岁走红 23岁就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年轻单纯的李湘兰 是一个地道的政治牺牲品 他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 只能任别人玩弄于鼓掌之中 为此他付出了一生来毁过 或许用他自己的话来评价他 再合适不过了 一个被时代 被一种虚妄的政策所愚弄的人 如果噩梦醒来后 能够有机会对当时的行为反思 或者加以解释说明 也是幸福的 他的名字已经被人们淡忘 留下的只有那夜来香 在深夜吐露着芬芳 2010年2月24日 美国奥兰多海洋世界突发血案 美女巡首师瞬间死于非命